今天我們會繼續操練聆聽 因為聆聽是對於個人溝通、輔導、傳呼音 其實全部都很有幫助 有些我們會重溫,但最重要是我們一起練習 聆聽的時候,第一,我們對人表示興趣 就是關心他,打醒精神,專心聽 因為很容易分心,想了怎樣去幫他 專心聽,關心他的經歷和感受 那個人受的苦,受的困難 我們沒有受過這個困難,但我們會想一下 如果我是他,會怎樣呢 我們就會感受他的困難 感受他的感受,雖然他的傷心也會感受 沒有忽略他的感受和願望,想得到釋放 也會回應說,我知道辛苦的、困難的 我知道你會不開心的 也不要想著他有甚麼錯 不要想著,好像你這樣做錯事 當然是這樣受回報應 心裡面不要這樣想 只是說,我們現在就去幫助他 不要想著他過去有甚麼錯 而第一,不是想著去改他 是讓他多看神的恩典 得到神的飽足、神的安慰 第一,要接立他的狀況 不是想著要怎樣改他 而是想著讓他覺得是被愛的 而這幾樣的感覺,我希望大家記得 因為我們自己都可以留意自己有沒有這些感覺 人的感覺分開幾個類別 其中一個分法有六樣 我們一起讀一讀英文 好嗎?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Hurts 人的情緒分開六大類 有時你見到個人或自己都可以留意我到底是哪一類呢? 第一,開心、興奮,第一類 第二,憂愁、擔心、憂傷 然後就是憤怒、發怒、懼怕、害怕、畏縮 然後是羞恥、羞恥、內疚、受傷害的感覺 其實很多時候人都會有不同的感覺 一件事發生可以有很多種感覺 譬如說 當我們的家人有些地方 我們幫他幫不到,做得不好 我們可能會有什麼感覺呢? 會有傷心 有時會有些生氣,為何會這樣做這麼差 有時會內疚,為何會內疚呢? 我做得不好,不幫到他,所以他變成這樣 其實有種感覺都可以 我試試看一看 譬如說憂愁,會憂愁 因為他現在變差了,我的家人 然後你會生氣,他會做這些事情 又害怕了,不知將來他會怎樣 變成怎樣呢? 然後又覺得很內疚 我做錯了,或者覺得很羞愧 我家裡出了一個這樣的人 或者又很受傷 很受傷就是說 現在這樣的時候 好像現在的人 令人覺得很失敗的感覺 受傷的感覺 看到原來一件事可以同時有很多種感覺 但是哪一種感覺最強呢? 我們可以留意到的 就是先處理那樣 我們聽別人說話 也要聽他說一下 到底他哪一種感覺是最主要的 這個知覺論是非常好的 我希望大家記得 在溝通上 我們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和聽別人溝通的時候 都留意對方有說到哪一種 我們先讀英文 I do 了 第一 I do I sense I think I want I feel 這就是我們的行動 我們分享的時候 其實很多家庭 如果就是這個基本的分享 我現在去哪裏 我去哪裏買東西 我去做什麼 這個已經令到別人覺得 有些溝通 知道他在做什麼 或者有時候會說 我現在很累 想睡覺 我要睡覺 這個行動 都會令人明白他做什麼 I sense 我眼耳口鼻 看到什麼 感覺到什麼 聞到什麼 這是說到身體那種的擦角 I think 我覺得這件事是對還是不對 我相信什麼 I want 我想要什麼 我想做什麼 我想有什麼 I feel 就是先說幾有的感覺 Made Said Afraid Glad Said Made Afraid Ashamed Hert 這些其實是個人的溝通 而通常來說 最深層就是 I feel 的感覺 通常是人的溝通 其他 那些 雖然都是外面 但都是重要的 其實應該說 行動就是外面 其他的都是進去裡面的 我聽說話的時候 也要留意一下 他說什麼 因為有些人 他不太把自己打開 他有什麼未打開呢 好了 了解他的狀況 就是他對自己有沒有失望 他有沒有希望 他覺得人生是否灰暗 有時候聽他說話 你知道的 有些人會有灰暗的感覺 譬如先我跟這個姐妹分享的時候 聽他說話 聽他說的時候 我留意到他 是很堅定 很去分辨我哪有對 哪有錯 給他一個向著的方向去 而他知道還沒做得夠好 他就很想達得好一點 所以他的狀況是非常好的 我一聽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狀況好 因為我見過有同類的父母 他會怎樣 他就會 哎呀 糟了 哎呀 我兒子那個女兒這樣 哎呀 怎麼辦 哎呀 真是發瘋 不是發瘋了 總之人好像亂了 那樣的狀況就很不同了 所以我們聽人說話的時候 都要看看他的狀況如何 我們只要留意自己的狀況 什麼情況 有人做些什麼 說些什麼 我們會受影響的 我們怎樣可以保持 能夠有一個平穩安靜的心態呢 他是不是覺得人生灰暗 因為他喜歡人生 對人失望 因為有希望 對人生氣 因為不喜歡人 喜歡人 喜歡不喜歡神 因為埋怨神 深信神的幫助 或者不信 我這裡三層的 第一層是自己 第二層對人 第三層對神 這就是代表人 這個人生命的狀況 而我們聆聽的時候 留意些什麼呢 有什麼事發生 他的情緒和狀況 有發生的事 有什麼情緒 有什麼狀況 下面就是知覺輪 中間也有知覺輪 就是他做什麼 他做什麼 他察覺什麼 他認爲什麼 想要什麼 感受什麼 還有他沒有說什麼 就是哪一件事他沒有說出來 然後他怎樣看自己 看人 看神 這個就是我們普通觀察人 的時候可以分辨幾件事 就是上、中、下、三、躍 上面就是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你聽人說話的時候 他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他有什麼情緒 有什麼狀況 在上面那裡 中間那裡就是知覺輪 下面那裡就是他怎樣看自己 看人、看神 我們現在嘗試做exercise 這個就是整個人的整體狀況 留意這個就是 譬如有人說 我喜歡敬拜 當他說這句說話的時候 我們看看這個圖 好 大家可以說一下 你不用同樣說 可以說一下 大致上表達出什麼 就是說他講這句說話 當然是正面 是好 我們可以在這裏 這句說話 可以看到些什麼 大家可以拿一個麥克風 可以有人嘗試說一下 我們嘗試給大家 做exercise 嘗試 誰願意嘗試說一下 OK 好 他跟神的關係沒有好 好 好 感謝主 好 好 好 你想到可以繼續說多些 可以 你不用停一躍 你不用停一躍 你就繼續說都可以 Sally 其實你想到就可以繼續說 我們都不要緊 他們有些人害怕 他們有些人害怕 你跟回這個就行 發生了什麼事 他應該是經營到一些 跟神沒有甜蜜的關係 或者神沒有 感覺到神的愛 就是他敬拜的時候 有些事情發生了 神在他身上做了些事情 好 那他情緒和狀況是怎樣 他情緒應該是很開心 真的很享受神 很喜歡敬拜 親近的神 好 那他跟神有很多的力量 OK 知覺倫呢 他做的是敬拜 是 是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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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想到 他敬拜的時候 他肯定是有些享受的經歷 有些他感受到一種享受的感受 這個都可以是 是 是 他享受敬拜 他可以是 是 或者經歷到神的做事 身體感覺 是的 也可能經歷到身體感覺到一些事情 身體感覺到一些事情 他應該認為是神很好 是的 那 他想要更加 和神的關係更加 更加 晉升 嗯 OK OK 其實基本上已經 都說了 一下面的有感受到 那這裏 原來一句話 他一說 你馬上已經知道 哇 原來這麽多事情可能發生了 當然有些我們是假設 我們是推上 好 那下一個 這個世界有很多問題 譬如有人說 這個世界有很多問題 那這些是會顯示什麽呢 有些什麽發生了 他現在應該正在面對的問題 是的 他呢 發生了某些 即是不單止一件事 可能呢 他可能很多的經歷發生了 都是令他覺得世界不好 即是世人有些人對他不好 那他發生了一些這樣的事 情緒狀況呢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說 跟Mary你說一下 你覺得他情緒狀況是怎樣的 他的情緒應該是有些 他應該是有些 負面的 是 和都不 是艱難的 是 即是你覺得那個世界 是好像 陷於在那個警方的裏面去 他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即是有很多負面和不開心的事 他個人狀況會是怎樣的 很悲傷 悲傷和負面 好了 知覺倫呢 你可以說的 他的知覺倫 我覺得他應該是那個 痛 是 這幾樣 第一就是做 do sense think wance feel 這幾樣 在知覺倫那方面 當然他會有些什麼呢 當他覺得 這個世界有很多問題的時候 他可能 他在做一些事情 而經歷了一些 一些不好的事 察覺這個世上的人 對他不好 認為 他認為什麼 他對世界認為怎樣 認為神是 不是 認為他這個世界是不好的 對不對 或者認為 可能也覺得 神好像沒有幫過 他可能會有這些想法 他可能會有的 他想要什麼呢 他想 可能想要幫助 想要 世界好些 但那種想的是什麼 想逃避也有過 不是一定想世界好些 他想要逃避 或者我搞定我自己 我搞定我自己就可以了 其實每一個人不同 他感受 你也有說過 他優秀 傷心之類 他看自己 看別人 看神是怎樣 灰色 灰色 看自己 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 OK 其實原來每一句話 都可以顯示很多事情 但我又想告訴你 大家可以留意這麼多事情 但你未必一下子 立即能夠留意到這麼多事情 我想問一下大家 因為我們會做一些 exercise 因為我其實著重是操練 其實聆聽這件事是很難的 我自己在室內院的時候 學了一些輔導課程 學完之後都忘記了 因為只是講理論 但後來在院目課程的時候 因為時事都要聆聽 因為老師經常都會說 譬如有些同學 他講一件事的時候 老師又會說 他講的東西代表什麼 他顯示什麼 又問我們 你觀察到什麼 你感受到什麼 所以這個過程 就有很多這樣的 feedback 令到我們留意聽 人多很多 好看